今天用全麦饺子皮做个鲜虾爆蛋煎饺 八只虾仁开背,抛开成琵琶形 六只虾仁剁碎,加入七十克瘦牛肉馅里 再加二十克香菇碎,两根小葱碎 淋上一勺生抽,一勺料酒,点点香油,适量盐,抓匀入味 取一张全麦饺子皮,在中间铺上少量饺子馅 上面摆一只开背的虾仁 饺子皮边缘沾水,捏起饺子皮两侧,捏紧 锅中吞油,摆放大虾饺 中火慢煎一分钟后,向锅内倒入100毫升左右清水 盖盖焖三到五分钟 水分干后,转小火,倒入两颗打散的鸡蛋 让蛋液均匀铺满锅底 撒点葱花 等待蛋液完全凝固就可以出锅了 简单健康,也码厨房